突然发现好人难当,尽管你是诚心诚意的,有时也难免出力不讨好。 以前,我已经经过不少这样的事情,让我觉得很尴尬。 今天,我会给大家讲一讲一个故事。 那一天的是,我下班时买了一些水果。 那老人卖个苹果真新鲜啊,赶快回家吧。 突然看到一个孩子,拿着冰淇淋摔倒了。 啦啦啦啦,哎呀,我的冰淇淋。 我把它扶起来。 孩子,怎么了?你没事吧? 我的冰淇淋,我的冰淇淋没了,我的冰淇淋。 没事,没事,你不要哭了,疼不疼,阿姨给你追一追好不好,你不要哭了。 我的冰淇淋。 突然,从楼里跑出了一个女人,抱着孩子,左看右看,一副心疼的样子。 小球,你摔哪儿了?疼不疼?妈妈抱你啊,别哭,别哭。 妈妈。 大姐,你放心吧,孩子只摔了一脚,没关系。 女人,一副生气的样子,瞪着我一眼。 我还没说你呢,你还敢说,你急着要不要小心一点,把一个好好的孩子摔倒了,这次没摔上,算你走运。 我,我没把孩子怎样啊? 他,他说自己摔倒了啊,你们不能好好说话。 我不管,他摔上,这里只有你一个人,还有谁。 陪着冰淇淋,你可以走了。 特别生气,真是这里不讨好,没办法,只好给他钱。 好,我赔。 说完,就拿钱给他。 算是你懂事。 小球,你别哭了,妈妈给你买新的冰淇淋,好不好? 孩子,一听就不哭了,笑一哥。 好的。 虽然好人真的难当,有时让我们处理不讨好,但是我们应该尽量做好事。 不只是能有快乐的生活,而且还可以获到好报。 我相信自己帮助别人,总会有一天受到别人的帮助。 我相信自己帮助别人,总会让我们处理不讨厌。 你怎么会尽量做好事? 对你再来说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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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说你什么? 感谢观看